就是他醒來的時候會在那邊走來走去 在值班台前面走來走去 然後就會拿零食給他 然後順便訓練他 叫他坐下握手 然後OK的時候就丟給他吃 平常上班累的話就會逗他一下 算是會陪他玩 跟他玩 跟他玩會比較開心 如果說有人犯在這邊待著的話 那QQ也多少都會幫忙警戒一下 然後之前我印象蠻深刻的是 有屁孩嘛 就是違反那種少年事件保護法 然後他就是在這邊 暫時蹲在這邊 然後那些屁孩就是比較 對我們同仁可能比較不禮貌 然後這時候我們劉佐就出聲去訓斥他 然後QQ也會在旁邊幫我們助威 就覺得說他是站在跟我們同一條陣線上 他知道說我們現在在幹嘛 QQ他會幫忙聞這個 人犯身上有沒有酒味 有時候甚至我們自己都還沒有察覺 然後QQ會聞出來 然後就開始叫 然後我們就會對他做酒測這樣子 對這方面對我們幫助很大